- 宋志孝早前與前經紀公司爆出勞資糾紛 收提出訴訟 日前一勝結果出爐 宋志孝勝訴 前東家必須支付給他9.8億韓元 宋志孝近期也宣布 簽約新公司接連的好消息 讓粉絲相當開心 而近日又傳出新消息 宋志孝新經紀公司宣布 宋志孝確定出演電影《相遇的家》 《相遇的家》講述工作15年的《女遇警》 與囚犯女兒見面後發生的故事 宋志孝在電影中將飾演《女遇警》 另外這部電影是宋志孝時隔4年重返大螢幕的作品 讓眾多粉絲都相當期待 他在這部電影中會展現出什麼樣的樣貌 市民絡正確率的 комп禍 kel喔